双边将慧彦卓兵败梁山坡之后,来到了青州府,他在慕容之府的手里边借得了两千冠军,带领这两千冠军要攻打桃花山,因为桃花山上的人把他的那匹御赐宝马给偷走了。 慧彦卓,现在是蛮肚子都是气呀,打了败仗又丢了马,这可是运气不佳,一步一个坎儿啊。 他带着这两千冠军来到了桃花山下,二话不说呀,指挥的冠军就攻打桃花山,嘲嘲嚷嚷的往山上就进军。 官军往山上这一走,山上的探视楼楼兵早禀报了山上的两位寨主,这两位寨主,一个是小霸王周通,一个是打虎将李忠。 二位寨主干什么呢,正在山上欣赏那批踏雪乌龙马呢,看这匹马,提之背头之尾,跟别的马都不一样。 品头论足,正在那观看,楼兵往这报,说山下有人带着官军攻打咱们的高山。 两位寨主一听急忙忙,班安任邓城华座及各提兵器,领着楼军下山迎战。 来到山下边,江场上跟双边将胡彦卓马打对面。 胡彦卓一看这就是两个寨主,胡彦卓是破口大骂。 骂他们偷盗我的宝马,你们是盗马之贼。 苏苏地把我那宝马还给我,咱们是两无话说。 如果你要不还给我这匹宝马,现在我就带领了这两千官军床上你的桃花山, 把你桃花山踏为平地,给你来一个汤浇一穴活流风芳。 俩寨主哪能听胡彦卓一说就此投降啊。 所以各举兵器来和胡彦卓交战。 第一个催马上来的小霸王周通, 抖枪一次胡彦卓摆边相迎, 马打盘桓这一交战, 小霸王周通才知道, 这个胡彦卓勇力过人, 武艺先熟。 周通自觉的他不是他的对手, 两人打了二十多个回合, 这小霸王周通就感觉到浑身吃力了, 汗水就流下来了。 双边见胡彦卓, 一看小霸王周通不敌他了, 他心中不由得有点得意之感。 暗想, 我胡彦卓以为我现在走了被字, 梁山破打了败仗, 我能耐都小了呢, 今天看起来我本领还是高的, 我胡彦卓还是我胡彦卓。 所以他一看小霸王周通不敌他, 他这两把鞭是招招进逼, 步步惊赶, 小霸王周通看似不好, 须此一枪望下就拜, 打虎将李中催马就上来, 李中手中摆兵器, 跟胡彦卓两人动手交战, 战了有二十来个回合, 这打虎将李中也不是胡彦卓的对手, 他只好是须此一枪也默默望下就拜, 俩人一起带着楼兵望山上这一拜, 胡彦卓指挥着官军随后追赶, 就其胡彦卓本心来讲, 他想这一举就把桃花山给踏平, 可是这桃花山上, 毕竟他们不是一天两天的山寨主了, 早有一些个防御措施, 官军望上这一攻的时候, 山上边滚木雷石挥平炮子, 标枪弩箭一起乱发, 胡彦卓一看, 桃花山上有防备, 只好一波战马带领着两千官军士撤下山来, 离山寨不远, 安营扎寨, 胡彦卓打算安营扎寨之后, 再想一个如何进攻高山的计策, 就在最快的时间之内, 要把这个桃花山踏为平地, 胡彦卓这扎心了, 山上边, 小霸王周通和打火将李忠两个人回到大寨之内, 二人就商量, 这怎么办, 来的这支官军是一支禁旅, 这第一次征战我们就败了北了, 如果明天他继续攻山, 我们要守山不利, 有可能他就冲上山来, 到那个时候, 我们哥俩就只有束手背擒的份, 桃花山我们就待不住了, 现在怎么办呢, 李忠说最好我们得求求救兵, 周通说求谁啊, 李忠说咱们这不是有三座山吗, 桃花山, 白虎山, 二龙山, 如今唯有可求救的就是二龙山, 二龙山上有几位债主, 论人家实力, 论人家本领, 都比咱们弟兄高, 我们写一封书信, 派楼楼兵送到二龙山去, 求二龙山的债主是发兵救援, 看在陆林英雄好几的份上, 让他们解我们的困危之急, 小霸王周通听到这里半天没说话, 李忠说你说怎么样啊, 周通说只怕二龙山的债主不能帮这个忙啊, 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啊, 二龙山的债主是谁啊, 大债主就是花和尚主之身, 二债主就是青面寿阳志, 三债主就是行者无松, 这是三个大债主, 还有四个小债主, 这四个小债主是谁呢, 一个是金眼镖施恩, 就是在快活林开酒店那位, 还有一位操刀鬼曹正, 还有两口子, 菜园的张青和母叶车孙二娘, 这四位原来都不在山上, 后来在山下混不下去了, 被逼无奈, 也都来到了二龙山上落草为寇, 二龙山现在有楼兵将近一千人, 无论从哪方面的实力, 都比桃花山要强, 周通比较难心的一点, 就是这花和尚鲁志身, 周通的这个鲁志身在桃花庄, 跟我们打过交道啊, 我们把他当个新媳妇, 娶到山上来了, 鲁志身醉闹桃花庄嘛, 我们原想把他留在山上当一名寨主, 人家瞧不起咱们弟兄, 觉得咱们哥们办这个事不怎么光彩, 不愿与我等为伍, 所以人家就下了山了, 现在人家自个儿立了一个山头, 在那招兵买马聚草吞粮, 颇有实力, 我小霸王周通光在咱们这山里边说话, 我觉得我是大寨主, 在人家眼皮底下, 人家未必瞧得起咱, 事到如今我们被官兵逼迫, 如果我们给他送去一封信, 求他帮忙, 人家能愿意帮这个忙吗? 李忠说不管怎么说, 咱写封信, 张嘴三分力, 咱也赔不了什么, 他见了我们求救的这个信, 如果来帮助咱们, 咱们就解围了, 要不帮助咱们, 咱们得另想别策, 总比这种坐以待毙要强得多吧, 嗯, 小霸王周通说要这样的话, 那咱就写一封信, 于是打火将李忠就写了一封告急的书信, 把这封书信密封起来, 拆派一个精明强干的小喽啰, 游打后山下去, 就购奔二龙山, 到了二龙山把书信交给了大寨主花和尚鲁志身, 鲁志身呢还看不明白这封信, 因为不认识几个字, 只好把这封信交给青面寿杨志, 由二寨主给他念, 杨志把这封书信从头至尾念完了之后, 鲁志身一听, 哦, 他娘的, 闹了半天是那个小霸王周通, 他现在官兵压境, 害了怕了, 求我们帮忙啊, 啊, 这个忙, 我不愿意帮啊, 青面寿杨志看了看武松, 武松说大哥, 以我看来呀, 周通这个人, 虽然当年, 做了一些个不义气的事情, 但是近些年来, 听说周通在这桃花山上为债主, 也做了不少杀父鸡贫的好事, 现在他面临危难, 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啊, 如果说我们不管他, 官军把他的桃花山平灭之后, 安置他下一步不平灭我们的二龙山上, 青州之府对我们三山的英雄束手无策, 主要是因为我们三山好汉各有实力, 现在他出兵先攻打桃花山, 有可能他是先打弱者, 后战强者, 如果我们三山要连成一体, 和青州的官兵作战, 他的官兵就不能取胜, 如果我们三座高山的债主各管自己, 恐怕就被他们分而置之, 我送这句话说完了之后, 杨志一挑大不高, 嗯,高见, 话和鲁志申说, 既然你这是高见, 那我就听你的, 鲁志申就告诉夏淑信的小喽啰, 我不必跟你修书信了, 回去见了你们债主, 你就跟他讲, 按说, 我鲁志申本不应该发兵相救, 为什么不去相救, 你问问小霸王周通, 他自个儿心里就明白了, 但是呢, 一笔写不出两个陆林英雄来, 我们相聚不远, 他有了危难了, 我不能在旁边看着闹, 告诉他, 明日我就发兵到山下, 解救他官军之围, 这小喽啰一听特别的高兴, 磕了一个头, 马上转身回到桃花山, 回到桃花山上, 见了周通和李忠, 两人就把鲁志申说的这个话, 都跟他们二位说了, 周通和李忠一听, 这心里边可就有了底了, 安详, 真要是二龙山能够发兵解救, 山下边这些个官兵, 他就不能把我们入口了, 到了第二天, 早饭刚一过, 楼罗兵到上面来禀报, 说下边的官兵又开始攻山, 周通和李忠两人一听, 官兵又开始攻山了, 马上点击山上的楼兵, 又往山下冲杀, 两个人催马钻枪又到山下, 到山下边又见到了双边胡彦卓, 胡彦卓休息了一夜, 更精神抖擞, 胡彦卓心中想啊, 我在水不凉山那打了一个大败仗, 憋了一肚子怨气, 接着我把这肚子怨气就在桃花山这出, 我把桃花山整个平灭之后, 我接着就平灭那两座山, 平灭完了那两座山, 我就让慕容之府给我调集几个周城的队伍, 然后我调转队伍购奔梁山, 我还得跟他决一慈然, 梁山兵败之辱, 到现在我还耿耿于怀, 所以双边胡彦卓他急于要把这山平了, 早饭之后就攻山, 两个寨主领着队伍下来, 跟胡彦卓马打对面, 又开始交锋, 胡彦卓已经知道这两个寨主不是他的对手啊, 所以今天跟这两个寨主动起手来, 更不把他们放在心里, 今天他们两个人两条枪是双战衣, 胡彦卓摆开这一队逐节钢鞭, 单人独际斗两位, 面无俱色, 这个时候胡彦卓手下有两个都尉, 催黑作马手中挺枪直奔小霸王周通, 这样一来胡彦卓就单队李中了, 可是一单队李中, 李中不是胡彦卓的对手啊, 李中脑子上这汗就出来了, 两军打在一起是难解难分, 山上这些楼兵们被官兵杀得有点望后退, 因为楼兵们也知道这两位寨主不是人家那个主将的对手, 从心里上这差离快的, 这阵打胡将李中心中敢想, 花亨鲁志山, 你们可是答应过的, 今天又出援兵啊, 怎么到现在你的援兵还没到啊, 如果你援兵再晚来, 我们撤退不及, 要被他们捉住, 那可就全耽误事了, 你兵再来了也不好使了, 李中这阵心里正盼着鲁志山的旧兵呢, 忽然间胡彦卓的后军队伍是一阵大乱, 胡彦卓正打着往旁边一带马, 问手下的兵足, 后边怎么回事, 手下兵足向胡彦卓禀报, 骑兵胡彦卓总管, 后边有一只援军, 不知从哪来的, 已经杀奔我们的队伍, 胡彦卓一听这个指挥手下的官军, 把这两个首领给我堵住, 我上后边瞧瞧, 胡彦卓一搏马, 奔着后路就来了, 他往后边一来呀, 一看来者正是二龙山大寨主, 花和尚卢至深, 卢至深带领着五百楼兵, 身后边跟着青面兽杨志行车护送, 三个大寨主来的, 那四个小寨主在山上看寨的, 卢至深骑着一匹昏红马直奔着胡彦卓, 胡彦卓一看, 哈哈, 来了个和尚, 这和尚都当了寨主了, 哎, 这大宋国朝是该着倒霉了, 和尚那是吃斋念佛行善的人呢, 怎么会成了强盗头呢, 他居然当了强盗头还是僧人打扮, 这真是天下一大怪呀, 他一看这鲁卓一身, 胖大魁威, 身无盔甲, 穿着袈裟, 胯起昏红马, 手无端铁蝉杖, 泪跨了腰刀, 胡彦卓把双边一摆喊了一声, 什么人, 花和尚鲁卓把铁蝉杖一摆高喊了一声, 撒下, 乃是鲁智参, 江湖人称, 花和尚, 嘿, 胡彦卓一听感觉他还是花和尚, 我看看这花和尚有几何用战, 就看鲁智参, 马到跟亲铁蝉杖一摆, 楼头盖顶, 照着胡彦卓带着风声, 就拍下这一蝉来, 胡彦卓举鞭招架, 哐的一声响, 二马错当, 胡彦卓这鞭跟他的蝉杖一碰, 觉得这和尚, 可非是那小霸王周通之流所能比的, 有力气, 马打对面, 胡彦卓不双边一摆, 望下一砸, 卢之身摆蝉杖望尾招架, 哐狼一响, 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 胡彦卓一看, 这会我碰上了劲敌了, 哎呀, 昨天我刚舒舒心, 我觉得攻打这桃花山很顺利, 这两个寨主没有几何用战, 今天碰见这么一个野和尚, 这个野和尚怎么也有这么多, 这么大的本领呢, 我胡彦卓此次出兵, 是处处都碰见劲敌呀, 胡彦卓跟鲁之身两个人就争战了三十多个回合, 未分胜败, 正这个时候, 鲁之身的身后, 轻面兽杨志, 双手一横这口破刀, 喊了一声, 大哥, 下来, 让我一阵, 轻面兽杨志一摧马, 这贴轻马就上来, 鲁之身的昏轰马望起一撤, 轻面兽杨志马到跟前, 双边胡彦卓定睛一看对过来的这个轻面兽杨志, 头戴冰铁盔, 身穿不留甲, 外照造罗袍, 手中端一口破刀, 长得这个脸上面有一块青鸡, 哎呀, 好凋饿, 什么人, 轻面兽杨志, 看刀, 准, 一刀像打了个利闪一样, 龙头盖井就劈下来了, 胡彦卓摆边招架, 一边打着胡彦卓心想, 这人这外号叫得好像人轻面兽, 像野兽一样, 肯定有几何勇战啊, 两个人这一交手, 胡彦卓也发现, 哎呀, 怎么来一个是一个啊, 这个人的武艺, 也不在刚才那个和尚之下, 胡彦卓心中敢想啊, 大宋国朝周城府县那么多的地方官, 据我所见到的, 多是些个酒囊饭桶之辈啊, 像这样的能人, 怎么都跑皇帝的对立面那边去了, 啊, 胡彦卓一时想不通,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两个人征战足有三十多个回合, 仍然不分胜败, 这个功夫, 身后边的花和尚鲁卓的身, 催马百缠仗又上来了, 两个人打了几十个回合之后, 青面兽杨志催马又上来了, 他们两个人是车轮战术, 交替上阵, 双边将胡彦卓心想, 哦, 你们这是轮番作战的, 想把我战累了, 把我打败了, 我今天就喝出去了, 我看看你们究竟能有几何用战, 胡彦卓用目光, 还看到他的阵脚下还有一位没上来的, 胡彦卓心想, 那位上来是什么样子的, 我心中还没有底数, 他们争战了大半天, 花和尚鲁卓心在后边喊声, 杨志撤, 胡彦卓, 今天暂且给你留这条狗命, 等明天再去你的向上人头, 老子休息休息, 花和尚鲁卓心领着青面兽杨志带着他 二龙山上来的这伙子楼兵, 他就撤下去了, 撤出去几里地, 安营扎寨, 准备着明天再接着跟胡彦卓打, 胡彦卓呀, 这只一天的征战也是累得浑身是汗, 遍体生津哪, 双边将胡彦卓急忙一转身, 告诉自己的官军也往下撤, 桃花山也别打了, 撤到远处, 安营扎寨, 胡彦卓准备休整一夜, 明天再想什么办法, 会战面前的强敌, 胡彦卓刚把营寨扎好走进自己的大仗之中, 外边就有一位官军急急忙忙给他乘上一道慕容之府的紧急公文, 胡彦卓打开公文一看, 胡彦卓当时就愣了, 怎么回事呢, 感情现在青州告急, 胡彦卓带着两千冠军不是打桃花山来了吗, 白虎山上的寨主带着他的楼楼兵去打青州去了, 白虎山上两位寨主是谁, 一个是毛头兴孔明, 一个是毒火兴孔亮, 这哥两个原来是孔太公的儿子, 后来因为和地方上一个土财主发生了口角, 把那土财主给杀了, 哥两个拒罪脱逃, 就到白虎山上战身为王了, 他们上山不久, 孔太公忧郁撑击并故身亡, 老头这一死, 哥两个战山这个决心就更大了, 现在在这个白虎山上已经聚集了楼楼兵有五百多人, 他们两个在白虎山上这一当寨主, 慕容之府对他们可就关注了, 慕容之府后来得知在这个青州府里边有一个叫孔斌的, 孔斌这个人论着辈分是孔明孔亮的叔叔, 慕容之府就把这孔斌给抓起来, 抓孔斌的目的就是让孔斌要劝说孔明孔亮到青州府里边自己来被绑, 自己来负罪, 如果你孔斌能让你这两个侄儿到处来被绑负罪, 我就能放了你, 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我就把你孔斌要问为死罪, 把孔斌押到牢房里头了, 这孔斌他没有这种力量, 即使孔斌怎么样子向慕容之府做解释, 说他这两个侄子根本就不听他的话, 但是慕容之府坚信我抓住你就能处使他们两个道死负罪, 这么一来, 这个事儿这哥儿两个可就知道了, 孔明孔亮一听, 咱们哥儿两个在这儿战身为王, 把我叔叔孔斌给连带了, 我们不能让我的叔叔孔斌为我们哥儿两个吃官司, 而且听人讲, 孔斌有可能被判死刑, 怎么办呢, 哥儿两个一商量, 带着五百楼兵青山而出, 又攻打青州府, 所以哥儿两个带着楼兵这一攻打青州的时候, 青州府里边城内空虚, 这慕容之府可就害了怕了, 他派一个新府之人, 称快马绕道出城, 去找双边将胡彦卓, 让胡彦卓见公文之后, 立即回师称中, 解救围城之威, 双边将胡彦卓一看这公文, 知道那儿有贼寇打青州, 胡彦卓心想, 这青州府三山成换, 三座山山的贼寇都跟官府作对, 这不乱了套了吗, 胡彦卓只好回兵青州, 他这儿撤兵, 又怕鲁之身和小霸王周通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随后一追杀, 这就麻烦了, 胡彦卓捏悄悄的撤兵, 告诉众军族, 马去鸾铃, 银业之间, 静悄悄的拔营起来, 就奔着青州进阀, 胡彦卓, 那毕竟是名将后代指挥有法呀, 两千官军撤退之后, 鲁之身和周通他们根本都不知道, 胡彦卓带着两千官军回到青州城下, 已经天亮了, 天刚亮, 这儿孔明孔亮正在攻打青州城, 胡彦卓游打城外过来的, 带着两千官军一声呐喊, 奔着孔明孔亮弟兄的楼兵就冲杀过来, 孔明孔亮一看后边来了援军了, 哥两个一搏马, 第一个就是矛头星孔明, 手中摆着坡刀, 直接见胡彦卓, 两个人马打对面各同明星, 孔明摆破刀照着胡彦卓, 楼头盖顶就劈下来, 胡彦卓摆鞭招架, 二人征战没有六七个挥合, 这孔明哪是胡彦卓的对手, 被他双边一摆, 砰的一下子把那破刀就给磕出了手了, 孔明一愣神的功夫, 胡彦卓探背帮, 抓住孔明的丝涛望这么一拽是活擒孔明, 孔明这一被活桌呀, 独火星孔亮带领着楼兵, 马上就败走了, 胡彦卓, 活亲了孔明, 得胜尽称, 慕容之父一看非常高兴, 给胡彦卓庆功, 胡彦卓也洋洋自作, 这里胡彦卓进了城了, 那边花盒鲁制身第二天早晨起来, 想找胡彦卓在交战, 一看人家一个人都没有了, 鲁制身没办法, 只好问这小霸王周通, 说那官军哪去了, 小霸王周通也不知道, 事到如今, 二龙山和桃花山的两军合在了一起, 一起到桃花山上, 小霸王周通和李忠得款待鲁制身呢, 人家鲁制身给他解了围了, 摆上酒宴, 款待援军, 鲁制身武松还有青面兽扬志在酒席宴前, 他们就说了, 看来官军已经撤回青州了, 小霸王周通说, 我们现在应该兵和一处将打一家, 一起攻打青州城, 刚刚一轮到这儿的时候, 在青州城兵败下来的孔亮, 带着他那些楼兵来到了桃花山, 孔亮到山寨里边一见了小霸王周通, 又一瞧武松等人都在此处, 孔亮跪倒磕头, 背复自己兵败的经过, 要求这几位寨主给他帮忙, 攻打青州, 救他的大哥还有他的叔叔, 鲁制身一听, 嘿嘿, 看起来这青州咱是非打不可了, 我们就此兴兵, 青面兽扬志说不行, 要是咱们在山下交战, 我们这么打可以, 如果说要想攻破青州, 光我们几个弟兄恐怕难以取胜啊, 鲁制身说要依你之见又当如何呢, 青面兽扬志说依我看, 要攻青州, 得借助梁山。